外部基金经理为公积金局贡献了史上最高的收入比例 虽然面对充满动荡和挑战的市场 可是去年为公积金全年总收入贡献了22% 截至去年12月31号 当局外包1890亿令吉给外部基金经理投资 虽然这只占总投资资产的17% 可是收入贡献却占总收入的22% 公积金局主席丹斯里阿莫巴德里解释 这些钱都投资在股票和固定收益工具 实际上外部基金经理管理的资金 五年下来已经增加了将近两倍 他强调为了将收益最大化 公积金局也授权所投资的企业和外部基金经理 带来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应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访� Thanos 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乎巴uden 小双子 散栏目 轻双子 mixed 暴力 一定 才不在